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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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每年9月都是我們蘋果最重要的一個時刻 也就是我們新機的發表會 然後新機的發表就會伴隨著 iOS系統的更新 那今年呢 iOS系統已經來到了iOS13 那我的這支 iPhone SE呢我已經把它更新到 iOS13的Veta版本 那我們接下來就為大家 來測試以及解說一下 iOS13有哪些不一樣以及 特別的功能吧 然後首先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大家最受睫目 然後也是大家我覺得 最在意的 就是已經講了非常多年的暗黑模式 首先呢就是從設定這邊點開 然後往下滑 看到螢幕顯示與亮度這邊點進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一個淺色以及深色 有兩個模式 那淺色的話呢就是 不明示意就是 白色的嘛 就是你不管在備忘錄啊或是 行事曆啊 還有日曆等等 全部都會顯示背景是白色的 然後如果你把它調成深色模式的話 在設定啊 以及剛才說的那些地方 它就會全部都變成黑色 那除了在設定裡面設置之外 我們也可以直接到控制中心的 調整螢幕亮度這邊 還有一個外觀深色這邊 把它點下去 現在這樣子呢它就是 外觀是淺色 那如果你在把它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深色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深色與淺色的對比圖吧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我們就是要為大家介紹Sign in with Apple 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 你只要透過Apple ID的 你的Apple ID的認證之後 你在造訪第三方網站的時候 Apple呢它就會對該網站提出一個 唯一隨機的識別碼 也就是說它不會把你真正的識別碼 例如說是信箱啊 然後帳號啊什麼的 你真正的識別碼不會被第三方的網站知道 蘋果會提供一個隨機的識別碼 給第三方的網站 保護使用者的隱私權 那這個部分呢 在之後等真正更新之後呢 我們再為大家來做演示 然後第三個呢 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蘋果自帶的瀏覽器Safari 以往我們在瀏覽器的部分 我們如果要變更字體的大小啊 是不是都要很麻煩的去做設定 那現在呢 它在iOS13之後呢 你只要在左上角 你會看到一個大A跟小A的地方 你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有直接顯示 你可以變更字的大小 而且是很人性化的 然後除了這個呢 它在中間下面分享這個地方 你把它點下去 它有一個標示 點開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個網頁 還有這個網站上面 做一些不同的標示啊 記號什麼的 像是 譬如說你要跟你的朋友說 這一支iPhone要多少錢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做個記號 或是說 在這裡做個記號 等等之類的 真的算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再來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iPhone的陌生來電 你只要進到設定裡面了 然後 往下 找到 這個電話的部分 因為我現在這支手機 沒有裝SIM卡 所以我們沒辦法點進去 你點進去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陌生來電 也就是說它會過濾你的陌生來電 假設今天有一個陌生來電來話給你 它就會將它自動轉成靜音 這樣你就可以 減少很多 就是未知來電的訊息 假設你今天 有接收到陌生來電訊息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轉靜音 這樣呢 你就可以減少一些 不認識的人啊 或是說 詐騙集團等等 電話來電的打擾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更新的重點也是 讓大家非常期待的 也就是說 我們使用iPhone的人都知道 每次只要超過150MB的更新 就要使用Wi-Fi下載 那 iOS 12之後呢 它有提高到200MB 但是現在的遊戲啊 或是說一些軟件 它的容量可以是 越來越大 甚至2G啊3G都有 那它這是iOS 13呢 也特別的 把這個功能 改到無限制 那我們要怎麼操作呢 我們可以到設定裡面 然後 找到這個iTunes與App Store 點進去之後 往下滑 你就會看到行動數據這邊 它這邊有一個App下載項目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 這邊就會喔 顯示 永遠允許 它就是 永遠允許的話呢 就是 不管你的容量多大 它都可以使用你的4G行動網路來下載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超過200MB的時候 詢問 這個呢 就是假設你今天不是吃到飽 或是你是有流量限制的 它就會 在超過200MB時 詢問你 要不要使用4G的行動網路來下載 那在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點 永遠允許 然後 自動下載這個呢 我們也把它打開 這樣子 你下載的時候呢 不管你的容量是多大的 它就會自動下載 不用再透過Wi-Fi來更新 或者是說下載這個軟件 然後再來呢 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Airdrop 它使用上的差異 我們先看到 用照片好了 假設這一張 是我要 假設這一張呢 是我要 分享給別人的照片 那 以前呢 我們Airdrop從這邊 點進去之後 是不是它會 先搜索一下 就是看有誰開Airdrop 然後我們才可以 把照片傳給它 那現在呢 你只要把這個Airdrop 點下去 有沒有看到 它就直接 跳出來 然後你在選擇 你要傳的那個 把它點下去就可以了 速度可以說是 比以前快 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再來最重要 改變最多了呢 這個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 因為 我其實對 拍照也是 就是蠻有興趣的 然後 然後 這個部分呢 它就是在照片裡面 點進去之後呢 右上角這邊 有一個編輯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改變 像是 這個第一個是自動 然後再來的話呢 它就是曝光 你可以自己調整你的曝光 然後 真頁 這邊可以調整你的真頁 然後亮度 陰影 對比 還有亮度等等 有蠻多種選擇 像是 畫質啊 然後消除雜點 還有 雲邊 清晰度 色調等等 然後濾鏡這個 原本是之前濾 這就不用說 它就是這個改變 真的是 讓許多 非想要拍照 或喜歡拍照的玩家 算是 非常的喜歡 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最佳化充電電池 這個呢 在哪邊設定呢 你可以到你的設定裡面 然後 往下滑 往下滑 滑到電池這個地方 然後它有一個 電池健康度 把它點進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 最佳化電池充電 它這個呢 意思就是說 呃 譬如說 你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它 因為我們可能晚上12點多就 睡覺嘛 然後就把手機放下去充電 那它可能充一個小時多 就充到 就充飽了 電池可能就 滿了 就100%了 那它這個呢 為了防止電池老化 速度不要那麼快 它充到80%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慢速充電 然後等到你 譬如說 早上還要出門上班的前 一個小時 再把你的電池 充到100% 那這個呢 會根據每個使用者 的習慣不同 它 手機呢 會自動去 靜音 還有 自動的去 學習 你的充電的模式